大家好,我是胖子。上周侯耀华的那场直播,不得不说,内容量还真是不小。 光是胖子我呢,就和您各位已经聊了好几期了。 其中有一个话题,就是侯耀华即将要清理门户。 而且这次应该是力度最大的一次,他不仅仅要清理侯耀文的门户, 可能连同侯宝林的门户,一并也要清理一下。 最近这两天,向上赛道围绕着这个话题,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 其实在我看来啊,这侯二爷啊,年龄大了,多少有点老年痴呆的前兆。 这其他人在这儿跟风到底是几个意思呀?是脑子进水了吗? 您各位回去看看您家那日历,今个是什么日子? 今天是2024年的7月16号,不是1984年的7月16号。 这都什么年代了?你还拿这个门户出来说事?搞不搞笑呀? 想当年的相声圈从业者,他需要门户。 你这大树好成梁,没有门户,就没办法进入体制,不能进入文工团说唱团。 没有门户,你就不能上电视参加春晚。 没有门户,你就没有演出,你不能指着说相声吃饭。 可现在咱们搞市场经济都30年了,尤其是郭德纲成功之后, 只要你有业务能力,有真本事,只要观众能认可你, 有没有门户,你还不是照样的卖票,照样的干商业,开专场吗? 民国时期长春会这个组织,都已经解散快80年了, 你们就没有收到信吗?实在是太可笑了。 之前网上还有这么一个话题, 说什么郭德纲没有得到同行们的认可, 就不能算是相声大师。 哎呀,这相声是说给观众听的, 一人说相声唯一的受众就是观众, 只需要得到观众的认可。 有观众认可你,你就能挣钱吃饭养家糊口。 有没有同行的认可,还能咋的? 至于什么相声大师,什么表演艺术家, 那玩意儿只有那些体制内的,需要写履历的, 需要评级涨工资的人才会在意, 我是不是大师,是不是表演艺术家, 该卖票照样卖票。 有没有同行的认可,那门票该多少钱还多少钱? 观众花钱买票看的是玩意儿, 什么相声大师呀,表演艺术家呀,得意双心呀, 这几个字它不值钱, 真正值钱的是演员在舞台上的本事。 以上呢,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 朋友们要觉得胖子的观点还有点意思的话, 多多点赞关注我,再见。